本土 民主 反共 保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天天天藍 主持謝爾芳 沈四凱 宋景輝 錢建榮 第三次我們又討論烏魚 海巡 南 直政國防部海軍出席拉法業 去到充之鳥礁 那裡已經進入了140海里左右 日本人也派了一些藍隻 大家一腳就是 對峙 又不是對峙的 我們走一腳跟著後面 三至八海里跟著屁股走 但問題是大家都不會挑 我猜應該不會挑一些特別的 而且只有幾隻魚船在那裡打魚 所以又有你的 日本人也見到 你又出了這麼多藍 那我何必跟你硬撞 但這也是馬政府 一個決心的護益 一個行動 老實說 不論藍綠 應該是全民支持的 對峙礁 後任駐入大使 好了 逐個說 駐入大使 即將會駐日本謝祥廷 我同宗 聲謝都不是好人 這個是哨馬仔 這個鳳七來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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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有很多人和氣生才以為 這就是一般陸營的反應 他完全沒有反應 不過記者都不說幾句 他們根本就不想對這件事 任何的評論 也不說 有些藍位跳出來 鄭炳飛 葉宜津 你們傻的 葉宜津你老美 大家上網看看這女人的照片 我想登錄來看看也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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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會呢 揭發了他有三個兒子,他老公是在大學拿博士 回到那裡,你咬咬咬咬咬 這個八婆在台灣跟助理兩個人吃一杯雪糕 你一口時我一口,大家是利膠,利答你,真是拿名 但這個女人你不要以為你是林志玲,渠美鳳那樣好 你看他的尊容,台灣女人都要小心一點 另外陳婷菲的樣子不差 陳婷菲,不是吧?三哥,陳婷菲,不是吧 我們先說他說什麼 我們不要批評別人的樣子 我們先說他說什麼 馬英九,你臨走就搞得屎,你只是叫蔡美鳳去撿屎 這個問題,如果這件事發生在蔡政府之後 有一隻漁船被人拉了去 那船長被人剝光珠,還要勒索幾百萬 那蔡政府又會怎樣呢? 他說你今晚不應該去到這麼強硬的 不應該出到軍艦,不大問題的 為什麼以前不理會呢? 應該要好好的跟對方談 他說這些我們漁業有協議 在疑義協議的基礎上 要跟日本人慢慢談 你勒索了你的錢 現在人家要捉了你,大佬 剝了你的衣服,除了你的褲子 還要把你的錢打你腳骨 為什麼你以前不理會呢? 第一單是2005年 當時阿扁 同樣是被日本人捉了去的 當時是阿扁 所以這些有顏色就沒有公義 你很實講 你今天台灣獨立了,是一個共和國 你的指紋被人剝光珠打腳骨 你真的還要付錢 你都還要軟弱的 那是不是這樣呢? 香港不是有個大教授成功大學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韜韜 那個啊,梁文鑼 梁文鑼 他叫馬英九 我忘記說什麼 他洋華了很多東西 他可能馮南也不拿對了 老實講,你這些就是人一錄 老子灌水 你一見到中共就好 你不是這樣奉迎日本 我們以事論事 我們不要分藍綠 你真是國民被人這樣剝光珠脫衣 還要打你 你給你賣淑金 你也不出火? 你不是吧 還有這個在國際上 馬英九對安倍的親弟 岸信夫過 他都說 不用說話 你就交去國際法庭的仲裁 看看你現在是賭定招 聯合國已經說了他是一個招 沒有啦,馬英九都很好笑 有些幽默 他說你什麼地方都不能夠我這間房大 不是啊 那他都臉了 但誰知道外信夫出席一些 台灣出席一些活動的時候 蘇家全院長也去 小英也出席 藍營有一個很重級的人物代表 我看張照片就見到 真是心酸 黃金平前院長 黃立偉 前院長 以故院長 我們真是 沒有聲出 所以說真的 藍營本身有什麼辦法 呼應我第一節 有什麼辦法 不去排雄俱陸呢 還有這些人在這裡 你怎麼可以碰呢 另外一單 像太平島一樣 綠營又仆街很大 鶴百川就帶袋 就帶了一班國安的高官 以前國安 包括華盛領 華盛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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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以前軍方的將領 去太平島 希望以他們軍人身份 彰顯了太平島 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好了 這筆錢 去到 本來可以申請立法會特別經費 去到立法會 立法院就全都切了 當然 因為現在陸營佔多數 過百川 我們軍人的脾氣來了 他們說 丟你了 不要大筆你了 我自己給錢 沒有問題 不是很多 又不是給不起 是呀 我搭兩百尺 他們十幾個將領 登到 報紙賣了 其實在現在這個時候 應該是多些 在太平島上面 去做一些動作 因為大概是五六月 即是這個月到下個月之間 國際海牙法庭就會宣判 那你越多證據 給海牙法庭做一個資料 他們的判決才有個根據 又說回 其實九哥之前 在年頭去太平島的時候 有個名嘴 姚立明 他就說 要彈劾 九哥 真是我不明白了 總統去自己的領土 要彈劾 即是總統去自己的領土 去宣示主權 要給國民去彈劾 法院彈劾 這個姚立明 我介紹給香港的柯正 你真是不承認 以前是不承認的 我先說清楚 他是新黨的 他是文化大學 即是我們大學的政治藝教授 我真的以他為恥 因為為什麼呢 他為什麼會這樣轉變呢 這個跟阿英九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當日這幫人 打沉水扁 就捧一下馬英九出來 就多少就想拘捕一些好處 但誰知道馬英九是不沾窩的性格 全部剪掉這些東西 所以他就得罪了一群民人 包括周玉扣 胡忠信 這群全家黃莊客 這群人全部反殺馬英九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我經常都說馬英九是要負責的 就是這些什麼仆街民人 你不就隨便扔牛骨 有狗餅就可以了 那就是糞便這麼開心 你無需要得罪這些什麼人 這些小人就要因縮一下就算了 這個姚立明他講這些什麼 即是他捧了阿文治 一手捧了阿文治出來 立大功 結果他就爆了出來 他老婆就是阿文治政府 然後就招一個月薪幾十萬 一個月薪幾十萬 這些就是這個什麼 無憾文人的典型 典型的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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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無恥 這個人是姚立明 大家認住這個人 姚立明在這個陳水扁的尾期 2008年或者2007年 他在這些所謂政論節目裡面 名嘴之日來的 就是吊吊到糟糕的 就是捧到馬英九 就是狗天那麼高 天上有地下無 那就是到了馬英九的第一任 他都沒有什麼 到時候就看到小哥哥說 因為沒有狗骨 馬英九自己咬了狗骨 他說不是咬 馬英九 他都明白 我的助選全隊一定不會讓他做官 我幫你做什麼 人家千里求官只為財 大哥 阿狗哥 你自己不黏髒東西你的事 你不是閉上眼睛 我見不到他都沒有錢 馬英九 你當這些是dirty job 你就找別人做 不用你做的 你不用馬英九自己趁著去派餅 大哥 所以說你這些事一早 你就扔一下林奕世 扔一下那些什麼 扔一下那些什麼 甚至你扔一下黃金平去做這些事 就可以了 還有 馬英九當選的所謂奏職典禮 是當時在小巨蛋 那些親信台橋 全部都不是坐在身邊 都趕在下面的普通觀眾席 大哥 這些人 他坐在你身邊 在你旁邊左右 希望沾到你的王氣 你都不行 你都不是派官給他做的 只不過在那個大場合裏 他能夠在你身邊 他能夠在你身邊 扔到普通的觀眾席那裏 那些人當然是一部戲的 大哥我幫你上位 臺曉耀要有力的 我狗骨 我不是要求狗骨 狗餅都不行 以前誰說 關我的眼神 你望望我 我就已經夠了 所以馬英九 真的完全不懂做人 就是這樣 所以黨國搞到今天這樣 馬英九怎麼會不用負責 當然要負責 你不是乾淨乾淨就可以 不家產 政治不是這樣的 真的要大家和到一班人 有些人喜歡吃狗餅 有些人喜歡吃狗餅 你沒辦法就給他 好老實說 你沒辦法 你嫌不髒嗎 你不要做 有些事情又不是太過分的 其實可以做得到的 你無謂 雖然說 我們最後終於中體 這些所謂文人 全部都無恥 喂 是這樣的了 大哥 周星馳那套 白麵包青天說得很對 喂 你要去縮貪 你首先要學怎樣貪污 喂 你不學貪污 你怎麼縮貪呢 你還要比他厲害 是啊 清官一定要比貪官更加奸 如果不是你怎麼犯貪 還有馬英九這些是典型歷史上面什麼呢 就是青藍五國 典型就是青藍五國就是這些 這些應該是什麼呢 就是裝傻進去叢林裡面 你自己淫屍作對好了 就是無謂出來佛打 你馬英九這些個性 老實說 你有個強人在身邊在老頂 他就可以發揮得很好 你兩長在這裡的時候 他都能發揮得很好 是一個人才 一個幹領的人才 但是你沒有強人 身邊你自己做不到強人的話 你身邊一定有些髒骯髒的人 有些刀手在這裡 你一定要這樣 所以都說了 馬英九做一個升平的總統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全部都是蛇蟲鼠蟻 狼虎豹豹那些 你身邊這樣轉 你也拿著槍 當然會嚇到他 不是 還是赤手空拳 你想想過去那八年 如果好像馬英九的期末考試 最後這兩個月 最後這八天馬英九還可以 你這個團隊有這樣的表現 你這個團隊有這樣的表現 國民黨就躺在那裡說 那怎麼辦 法務部長多硬 好像張善政 這次真是洪秀署說的 你人才不用 你怎麼知道 張善政每個人都說 林鄭人而已 張善政前兩天說一句話 真的 大家拍手了 我都發揮出來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他是完全不猶疑 馬上說出來 老實說 我們這一輩人就是這樣說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你不用猶疑 一個中國 誰跟你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為什麼我們要反共 因為我們相信 因為很多人說我們是大中華交 因為我們大中華是中華民國 我們從來沒有認過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要搞清楚這件事 因為我們認的是中華民國 所以我們是大中華交 所以我們經常被人批評 我們是統派 我當然是統派 我們要統治他 中華民國統一中國 為何不是統派 你不要想統派 一定是他統我 這麼傻 那些人讀歷史 你怎麼讀書 有時候很奇怪 對著這些一知半解 對現在中國現代史 完全不太明白 現在近代史什麼都不明白 又相信這個綠營的說法 一頭塞了下去就當他說得對 剛才小哥說了 韜韜教授那樣 寫一篇說這個 罵這個 本來不久沒有中國 罵林鄭 說 這個民進黨 一向都有這個 是 台獨黨綱的 罵誰說 但是說是林鄭潔還是誰 這個不用說 老實說 我和謝公司都有說 國民黨人 甚至我們香港國民黨人 要思考一個問題 我們真的要組團 組團回去民進黨黨總部 要求去履行黨綱 如果不是就形同騙子 對不對 公不公道 真是很公道 你黨綱詐騙 你兩個詐騙 直接說你兩個咒語 你要堅持履行黨綱 馬上宣告台 總統是你的了 立法院你就佔多數了 你老美 你不要拿樓灘 混蛋 韜韜這次說得對 嘩 嘩 她說要 她錯的 她說要 她不是說要履行黨綱嗎 你和我都看著民進黨的成立 民進黨成立不是要台灣獨立的 民進黨 最初是 民進黨 要 韜韜就說台灣的政治史 她不懂政治史 不是 你不懂 你是博士 搞錯 民進黨你不說黨外 可能是博士之事 博罪之事 你黨外一個 什麼叫黨外 黨外有統有毒 他前一段時間搞了一個什麼的遊行 我忘記叫做什麼 我不懂 他有一篇文章說 明朝之後 民國已經沒有了中國 怎麼搞你 這個林文韜也搞你 見到中國兩個字也搞你 什麼 你完全不了解歷史的延續性 如果是這樣說 不用說 不懂政治不懂事 大明之後無中國 宋王之後無華 誰不懂 台獨黨官什麼時候出來的 九一年出事 九零又九一年出來的 民進黨什麼時候成立 八六 十二月二十六號 中間差幾年 傻傻傻 這些人 你讀政治 你一定了解歷史發展 否則你真的不用說 你連黨外都還沒認識 你又說民進黨 香港那個民進黨 又是巴林斃的 那個梁先生 不好意思 又要點名 他說香港要支持回歸中華民國 或者回歸美國 我都騙了 第一 你有沒有問過台灣民進黨 或者你們兩個有沒有關係 他有談過 如果沒有的話 麻煩你證明一下 主張而已 主張沒問題 而且你說要回歸中華民國 現在民進黨不承認中華民國 他說回歸中華民國 我都覺得 怎麼都是道理 回歸美國 用回歸兩個字 奇怪 這麼有趣 你說回歸英國 用我們這個林立偉 即Feddy的思維 祖國就是日本 因為日本統治過 以林立偉 其實他們那幫人的思維 在49年之後 實際統治台灣的誰 美國 所以香港民進黨 按照美國的思維 很簡單 蔣介石要槍斃一個人 美國說不可以去殺 可不可以真的不槍斃 你看六點的方法 這些就是不讀書 我們在那裡親自過來 如果美國是統治台灣的話 台灣State 當年美國就不用找張立人 現在這個就是 因為紅綠都是同一說法的 紅的 孫立人 孫立人 美國是很想統治台灣 那蔣介石去軟禁孫立人 美國人都不敢下聲 放銀 立即放銀 我 我不能讓你 讀書 台灣早期是需要靠美援 但我這個節目講過 一直到1965年就停了 Total美援就有1949到1965 台灣有多少呢 40億台幣 就算 美國是很需要台灣 台灣很需要美國 美國不需要台灣嗎 就是啦 是護衛的 美國會付錯錢嗎 還有老實講 多得老掌光頭老 打美國老 骨打到美國老 說一聲 床板夾春袋 夾到去 痛得來不出聲 我們掌光大佬讀書 你對美國老 是要這樣的 如果不是呢 台灣就是當日 好了不停厭 你承問一下 是啊 一流一樣 但是唯一一樣 美國佬在中華的地方搞不好 就是老掌 老實講 所以美國佬很不喜歡他的 是啊 當然不喜歡 我是美國佬也不喜歡 任務理符 你是流氓 今天老掌的手段很辣 所以說 有時候看台灣的事情 一定要有歷史傳承 你要了解了你才可以說 如果不了解的 不要出聲 不要出聲 你出聲 你真的要掌握了一些東西 你是反覆驗證過你才好 如果不是呢 社會派這個節目 就與其與如某共赴無生 好文化的 我也可以 你真的不要強行亂說 好像這期我們學兩東西 我們一群人 之前兩年 那些台灣專家都去了哪裡 唉 有些寂寞啊 謝功 大哥 你出聲 我一直想 你連黨外都沒有 黨外都沒有聽過 你說什麼 搞到我們這麼驕傲 不要的 你整個都說 你整個是牙策 怕不怕被人打 我真的怕 好啦 現在這個充資料彈 我猜 應該說了 一個月到三個月都會在那裡遊役 有時的 蔡英文上台之後慢慢 慢慢 蔡英文 因為跟美國好 因為他在這段期間 都七次找特使去跟日本都談 沒有充資料彈 其實蔡英文政府和日本是非常之友好的 但是有歸有好 到時他再抓到你的人 那時候怎麼辦呢 民進黨要站 一方面想加入美國TPP 所以有美朱進口 另一方面 就不想放棄大陸的CPP 即是和大陸的關係 然後兩頭都拿好處 唉 哪有這麼做 哪有這麼做 我做了 等你做 不夠 每個人都想 沒可能 他現在有一個抉擇 大家拭目以待 520 所謂WHA那件事 究竟這封人情 會不會好像 詹瑞文那樣 趁七叔上來 在現場開禮事 這位老闆生活 停歸日報 一百元做人情 會不會出現 可以看到 未來這幾年 甚至短期內 所謂的兩岸關係 可以衝擊到什麼程度 520又見真章了 又見真章了 下星期再見 拜拜